驻芝加哥办事处副处长郭盛明任其届满将荣调回国 由于郭副处长在六年任内期间积极拓展外交并且热心服务桥社 因此芝加哥中华会馆继全朝盛大举办了欢送餐会 当天有五百多位的侨胞齐聚一同欢送郭副处长 现场充满林情依依的气氛 在芝加哥南华部复立华餐厅 芝加哥中华会馆继全朝举办欢送餐会 主角是在芝加哥服务六年的驻芝加哥办事处副处长郭盛明 中华会馆主席黄于文自此表示 郭副处长任内尽忠职责 在桥界拥有好人员 虽然大家都相当依依不舍 但也为郭副处长容调反台高升 感到可喜可贺 郭副处长则回顾了在芝加哥桥社参与的大大小小活动 也期许自己能带着桥包的祝福 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 这六年来非常感谢大芝加哥 桥学各界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那么也对我个人上的一个支持 我个人会铭记在心 那么这也是我继续工作 继续努力的一个期许跟鞭策 未来呢我在工作岗位上还会继续努力 那么我会想念芝加哥 其实我已经开始想念芝加哥了 那么今天虽然要说再见 但是见面的开始 当天有数十个社团出席 各社团代表纷纷赠送纪念品给郭盛明副处长 感谢他服务社区嘉惠侨包 郭处长在这里有六年的时间 跟我们也相处得非常的愉快 他对我们各方面校友会 各个社团的都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帮助 我们有什么困难的话 找他都是真的是都非常的 他都给我们很多很多地方的协助 所以这次他回去我们也非常的舍不得 不过知道他回去容身 所以我们在这里祝福他 步步高升万事如意 我们觉得郭处长在这个地方六年呢 其实跟我们侨界呢 不管是对于我们的愚公仪师都很照顾 所以今天的这个参会呢 有很多侨胞都很感念郭处处长在这个地方 对他们的服务呢 所以大家都来了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郭处处长呢 在回台湾之后呢 能够贫富清云 最主要呢 能够对外交部 对我们的外交 在打拼做出贡献 各朝坛也以热闹的歌舞表演 来调和离情依依的氛围 芝加哥华侨妇女会的舞蹈团 表演优雅的雨下舞 芝加哥台湾同乡领异会 演唱一系列经典歌曲 郭盛明副处长亢利也逐桌敬酒 感谢大家的情谊 并相约台北见 台湾宏观电视张淑义 美国芝加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